欢迎收看穿越古今画人物这个单元 晚上要跟大家来谈一谈 三个人一个政党的情节 以及对这个情节我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清末的大学者王国伟 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文化人 他有一本著作我在16岁 就刚拜读的时候就觉得实在是非常有学问 这本书好在哪里 好在就是我看的时候才16岁 大部分我都看不懂 这个看不懂就表示我学问还没增开始 可是反映出来我们对于知识的追求 并非说看不懂我们就不接触 他有一本书叫做人间词画 那么这个王国伟在人间词画里边讲人生有三种境界 那第一种境界就是昨夜西风雕壁树 那么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他说度过第一个阶段 那到第二个阶段就第二个境界 一带见宽宽中不悔 唯一消得人憔悴 渡过第二个阶段就升华到第三个阶段 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 莫然回首 且见那人正在灯火南山处 我刚拜读的时候前面两段其实就致意上来讲我稍微略懂 但是就深层次的诗人的考量来讲 我是完全摸不着边际 第三句我就比较能懂一些 那么其实他三种境界是连在一块 我稍懂一些其实也难以以管归天 所以当时我只是觉得说这三个句子真好 后来王国伟就在北京的投胡自杀 那为什么投胡自杀呢 他是汉人 但是对于大清帝国的灭亡 他完全没办法接受 他是以爱兴九六四的子民自居 虽然他是汉人 但是他无法认同孙中山的革命 最后就在一个非常尴尬的状态之下 他投胡自尽 也就是说在王国伟的生命里面面对 七祖打鲁这样子的口号 以及他对于沙所热爱的爱心觉罗的大清情节 是处着一个相当大的矛盾 最终他以自杀来解决这种痛苦 那么我对王国伟的词当然所举的例子 是非常的欣赏 不过到了十九岁 我读到了宋词里边讲节 于美人的听语 那我就深有同感 那虽然在年纪还是十五十六十七 这样的年岁 但是这首词呢 对我的认知上就特别的明白 讲节在听语里边讲说 少年听语沟楼上 红竹昏楼障 哎呀就要读书 要考状元 想着春风得意马蹄吉 一日看尽长安花 的这种想象 他心中就非常的甜 我想这也是一般少年 也在成长的过程都带开悦略 有这种金榜提名时的那种喜悦 当然接着就是洞房发烛夜了 那么第二句他讲 壮年听语课之中 江阔淫滴断雁较西风 就是长大成熟了 担准找买了 四处做生意或四处围观 奉派到哪个地方去 就也要到哪个地方去 高僧当然是喜乐 被扁当然就是一种哀怨 就像杭瑜所讲的 学庸南观马不前 招扁续阳入八千 这种就是非常的痛 一种扁迁的过程 第三个他讲 而今听语声如下 兵以兴兴也 到了老年听语在哪个地方 听语就在大和尚的面前 那中年听语在江面上的课桌 少年听语就在书窗前 这三种听语的状况 完全可以从字面上隆略得到 所以读书其实也是真是一种乐趣 可以跟古人神交 所以以文会友 不管是会古人还是会经人 其实都是一件赏心悦目的好事 也希望大家有空 都读读唐诗诵词 真是不错的 再来要介绍的就是夏淫洲 夏淫洲将军是我们中华民国前空军总司令 他接受大陆报纸的访问的时候 他提到说有关于大陆军机 到了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ADIZ的时候是寻意自己国家的民土 完全是有权利的 那么就受到依正的打法 当然都是民进党骂他的比较多了 那我认为苏贞昌跟王定宇在立法院讲他无耻 其实也倒未必 因为有很多事还是有历史的纠结 那么撤退来台的国民党人 其生命中有一种理念 为了打造这种理念 在这种理念面前低头为之牺牲 他们也是在所不惜 我所谓说的他们 就是1949年那300多万水蒋总统 来台湾的军民同胞 就比较有读书的 或比较有想回归 或者想反攻大陆的 基本上都有这种信念 那么他们所认同的中国 其实就是南京的中华民国 这个南京的中华民国 以现在的台湾中华民国 其实就很类似王国伟身上的大清情节 以及汉民族的情节 一样的什么矛盾跟冲突 那么至于他字面上所讲的 是不是就是代表他认同中共 我想未必 那么也就这样就说他卖国 我认为倒也是离事实真相有一段距离 我们对于很多过往历史的这些 常常掀起破难的一些过程 常常既以理解或者甚至是同情 民进党长期在为了破除中国情节 以及加大台湾情节上面 他常常会举一个例子来说 说美国人也没有说他是英国人 或者说美国人对英国也没什么太多的认同 但是在这边我就要举一些 在大英帝国初期殖民的时候 两个城市来作为代表 其实可以举为代表的城市太多 那我就举两个城市作为代表就好 那么在巴贝多 他就有小英格兰之称 巴贝多在哪里呢 巴贝多在加勒比海的最东部 那么巴贝多上面有一个非常热闹繁华 而深居英伦风格的市政建筑叫做乔镇 那么他是英国最早在海外开墾的一座殖民地 跟一座城市 他自许为大英帝国的开路先锋 号称巴贝多是殖民地之母 在最初开墾的150年内 只要英皇升至乔镇或者巴贝多 总是以最热闹的方式为英皇祝寿 他已经在外面150多年了 就是说离开英国本土到巴贝多 殖民或定居的英国侨民 大概已经有150多年 他们从来不认为他不是英国人 所以显然民进党这个说法不能成立 那民进党说法如果一律有一些真实 那待会我就在波士顿这个部分来讲给主委听 那波士顿更被誉为中层的王家城市 就是最中层的王家城市 他自认为为布列颠帝国的组成部分 就说他离开英国一两千公里 可是他认为这一条几代 紧紧的把殖民地跟母国绑在一块 在美洲革命前绪 美洲人远比殖民地建设 初期以来任何一刻都更像英国人 因为更富裕 更繁荣 一切向英国本土模仿 如果说这种认同不代表殖民地对祖国的认同 那什么才是认同 所以民进党的说法在那个时候也不太能够成立 如果不是1764年的十两法 也就是说争那个堂税的关系起了重大的冲突 和1765年的印花税的暴动 以及对茶叶的征税造成茶党的暴动 开枪打死了好多人 波士顿人是以英皇的子民自居 并感到无比的荣耀 换言之就是 假如没有这几件事情 后来连接着美洲独立革命的枪响 那么在美洲的英国人 从来没有认为他不是英国人 换言之在现在的西方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一旦大陆对台湾兵容相见 那可能就是台湾独立的一天 所以历史跟现在的对照 倒也是可以给两岸一个参考 我无意要举出什么样的例子来暗示缩写 我只是陈述历史 给所有喜欢我的节目的观众朋友来了解 不管你是否认同夏淫州的说法 也不管你是否维持现状或统派 或者甚至是独立派的分子 我想把很多例子稍微讲一下 让大家折衷一下 例如民进人又最喜欢提蒋卫水 我的老乡蒋卫水一身抗着 这位医生柔中带刚 他有一点类似印度的甘地 非常的能够沉得住气 他一心要带领台湾脱离日本 当时我蒋卫水的革命态度 基本上是要回归大陆 而他的大陆那个时候是大清帝国 以及后来的中华民国 也就是说在蒋卫水的理念当中 他并不是所谓的台独分子 所以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特征 就1763年法国以布列甸签订了巴黎合约之后 巴黎合约有一个重大的关键 就是把魁北克让渡给英国 有一位后来来到波士顿的耶西亚富兰克林 这个时候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关于法国格朗加拿大这件事 我欣喜之情远胜于任何人 他就是后来明文全美洲的班杰明 富兰克林的父亲 我举出这么多人的例子或者历史材料 无非就是让大家了解 在同或者独立之间 总是有一些偶然的触发因素 或者有一些历史的脊带在纠葛着 我不忍心责备夏淫州 或者去骂一些主张台独的人 因为这些都是历史的产物 包括在帝国主义当时候 我们讲帝国主义很多人就误会说 帝国主义就是船舰抛利侵略别人 其实不是 帝国主义一词是代表 在各地的殖民地区把当时的矿产 农产品以及具备有战略物资的经营铜矿 印回大英帝国去改造他们的城市 去改变他们的居民生活 这个叫帝国主义 它不是船舰抛利 而帝国一词 是研制于拉丁文的 imperian 也就是说治理的权力 所谓治权 转化出来就是对国际贸易 以及对贸易活动 对海洋以及陆地的控制的意识 对于这种历史的纷扰 以及各地政治立场的不同 从最后我就以南方的Robert Lee 李将军的一段话 来作为今天的结束 那么Robert Lee在要南北战争开打的权戏 他其实里面是跟北方是非常接近 这让林肯是非常的兴奋 李将军说脱离联邦即是叛国 迅奴是违反上帝的旨意 在Robert Lee的身上 也可以看到 某些我刚刚讲到的这些前辈们的心理矛盾 那林肯就派了Robert Lee的好朋友去说服他 希望他能够为北方出力 为解放黑奴来出力 那么李将军讲了一下一段话 他跟他的好朋友说 他说我虽然里面跟北方完全一样 但是我怎么忍心拿着枪 对着我南方的父老来开枪呢 他说朋友 我坚定地告诉你 我将拿着枪来保护我们南方的土地 以及捍卫我南方父老的利益 Robert Lee在南北战争不止声望重隆 身后更是美国非常受人敬仰的历史人物 在他的故乡一直享受着极高的战域 以及后代对他的钦佩 我想每个人都有他心里面的一个国家 或者实际上的一个生活的国度 也许在夏淫洲的心中 南京才是真正他的首都 我们也不必去勉强 像夏淫洲这样的前辈们 对祖国情节的憧憬 以及难以忘怀的心情 我相信两岸的中国人都能够用智慧 有一天共同解决这样的情节 愿家宜解也不宜解 我相信老祖宗的话 还是适用于现在每一个时刻 能够画干戈为异博 谢谢你的收看 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